愿主与你们同在,为你的心灵同在,共度圣马古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周的第一天大清早,太阳刚升起时,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从坟墓门口诺开那块石头呢? 他们抬头一看,那块很大的石头已经诺开了 他们就进了坟墓,看见一个身穿白衣的青年,坐在右边,就非常惊恐 那青年说,不要惊恐,你们在找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纳萨勒人 耶稣他已经复活,不在这里了。请看暗放过他的这地方 但是,你们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和伯多鲜,他要比你们先到加里勒亚去 在那里,你们定会看见他 正如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他们一出来,就在疑惑之下 赶快离开坟墓 他们由于害怕,什么也没有告诉人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如果看福音,就是 谁去抚摸耶稣的遇体,就是女的,不是男的 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是女的责任去抚摸,男生不会做这些事 那这奇怪的就是,他们问题是没有做的,是问 因为坟墓那边有一块大的石头 所以要把它移开,因为他们三个人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其实他们看到石头没有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应该知道,奇迹已经发生了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去抚摸耶稣的遇体 其他的东西他们看不见,还是可能没有发觉到 然后他们一进去,就看到一个青年 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个青年是哪里来的,是谁来的 他怎么知道,还是是不是他那个石头的 还是他知道耶稣在那里 他只是说,你找的人已经不在这里,就呼活了 你们赶快去告诉耶稣的门徒,还有伯多禄 但是你看这三位女人,他们就出去,回去 什么东西都没有讲 害怕 为什么害怕 其实可能有了一个原因 一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是一种幻觉的 他们进去,他们进去可能觉得 因为坟墓里面有时候你,如果关太久 里面的空气有一点问题了,可能会让人有一点幻觉 第二就是,他们怕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话 耶稣的时代,其实一直到可能一百年前,还是五十年前 如果一个女的来作证,没有人相信的 不是说他们作证不对,还是没有权利 只是,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只有男的话可靠 可以相信,女讲的同事是不能相信的 所以他们就可能害怕说,如果他们去跟他的门徒说 尤其是跟伯多禄说,耶稣复活了 那些门徒跟伯多禄有什么种的,有什么样的反应 因为我们知道伯多禄一向来就是很,不是怀疑啊 他什么都不太相信的 他有时候是答应,但是后来还是会退步的 所以这个人,你跟他这样子讲 他还是说,你们是谁 我不相信你讲的话 所以,他们其实是害怕 可能是这两个原因 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们还不能接受 耶稣是他们的救主 虽然,那些年是坚持说 耶稣已经复活了 但是他们无法接受 还是要找耶稣的预期 这证明他们信仰还不是很稳定 不是说,就是还是有一点怀疑 我们的信仰会不会这样 昨天,如果我这三天讲的就是 从最后晚餐,我讲到服务 然后昨天讲到无条件的爱 那今天,其实是 那今天,其实是 讲到就是 全部一起讲 希望 爱 还有信仰 因为如果 我们不相信 我们 这三德 信、忘、爱 其实是连的 如果你拿一个走 这是不完整的 我们信 是相信 但是 我们是有希望吗? 如果希望 不相信 也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相信 有希望 没有爱 也是没有用 所以 这三位 他们可能是希望 能够 再见 耶稣的预期 第一 最后一次 但是他们 只是没有想到 他们希望是放在错的一个地方 就是 希望 就是希望看到 救主 新的一个 身体 不是他的旧的预体 所以 他们信仰 其实是 还不够 我们自己的信仰 够不够吗? 因为我们 人就是很快就怀疑了 发生什么事 我们就怀疑天主 发生什么事 我们就 不说说 不相信 我们 就是 求天主 得不到 我们就生气了 还是我们失望了 难道我们信仰是那么浅吗? 那这些 三个女人 她们的信仰 其实还不够深 所以她们 不能接受 坚持说的话 你看她的 其实她的门徒也是一样 波多禄 若枉 他们全部信仰 其实 耶和乎 复活的时候 他们也无法接受 他们也不太相信 我们 虽然我们是没有看到 耶稣复活 但是 两年前 过了两千年 我们的信仰 还是跟他们的一样吗? 这一个四春期 四十天 不只是要守在祈祷等等 其实是要更深入我们的信仰的 因为 圣女大德兰 我们的加摩罗圣人也是说 我们越靠近天主 挑战更多 诱惑更多 不要以为 我们更接近天主 什么诱惑都没有 一切顺利 没有 因为魔鬼的目的就是 要把我们 拉走 就是 把我们跟天主的距离更远 我们更远的话 他就很开心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很 信仰要更深的话 我们不应该害怕 不应该害怕挑战 不应该害怕诱惑 要面对 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圣保禄的时候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天主的恩宠会加倍的 这我本身相信的 因为 其实老实说 昨天 我们 庆祝 耶稣受难的 礼仪的时候 因为我 净多到现在 没有做过华文的耶稣 受难 受难 受难节 都是英文的 我昨天是第一次 然后 我真的没有 没有到 五分钟 要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还没有想到 要讲什么的 那个道理 我真的想不到 因为那时候 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已经 没有力的 已经很累的 所以脑也是想不到 但是我相信 如果没有圣神的恩宠 没有圣神的带领 我也讲不到的 今天也一样 刚才我是想不到 只是 五点开始 我四点五十五分 五十分 才想到 要讲什么 所以 当我们软弱 当我们 示弱的时候 更加要依靠天主 因为 天使所说的话 你们不要害怕 耶稣也是 一直跟我们讲 不要害怕 他的光 比 整个世界的光 合起来更亮 我们又 何必要怕 所以 今天我们就 等待 他真正复活 把他的光 带 放在我们的心里 照亮整个世界 因为在一个暗的地方 只要你 点一只蜡烛 那整个房间 就会亮起来 一个蜡烛 就够了 所以 我们就像 要像 那只蜡烛 把 护活蜡的蜡烛 点我们心里的蜡烛 把我们自己 当作蜡烛 出去 照亮 这个黑暗的世界